我真的很高興來成大 成大對我來講是我學術活動很重要的一個second home 上過很多次課,我忘記來多少次課 很多好朋友在這邊 還有真的是台灣很高水準的一個醫學教育跟不敗Healthcare的一個地方 好,當然,特別是今天這個section的講員 都是我私人還有在profession方面很好的朋友 我在國外認識,題目稍微有點改變了 只講standardization,我還沒有提到 本來題目有寫整合,我覺得它整合是比較大的一個議題 先standardize,再去試者去integrate 我們要去standardize一些information 一個就是 clinical information,一個是 genomic information 有幾張slide,我沒有放上來 在手冊的第46月到第48月 我假如等一下適當的時候會請大家看那個手冊 我有這個resculture 我是一家公司的創辦人 我們今天談很多就是談個人的健康 還有照顧個人的健康 還有照顧健康的系統 我想我想的還有思考的大致上是尋著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很重要的就是說 很重要的就是說 就是到resculture是雙項的 這是我的最近的一個體會 我們看過很多次,聽過無數次關於精準醫療 Christian Madison Initiative 我比較喜歡把它翻譯成醫療 而不是醫學 醫療的意思就是搶掉它的那個實務的工作 當歐巴馬總統跟美國國會去要這個 兩億一千五百萬美金來推動 2005年推動這個PMI的時候 他其實講得蠻清楚的 他希望其實是去改變這個healthcare 我們現在都還是狼狼上口 所謂的歐巴馬總 care 現在川普想把它拿掉 還沒有那麼容易 只是healthcare是一個進步國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他在那個晚上跟國會講就是說 短期內是注重在cancer 因為一般人可能對cancer比較了解 台灣也是 所以你知道生肌業或者是什麼場合 大家提到精準醫療就是想說 癌症你應該要怎麼去根本別類去治療 可是我覺得並不是這樣子 很多重要的議題 特別是嚴重的疾病 剛才林教授講的所謂的罕見的遺傳疾病 他也不見得那麼罕見 那那個其實是可以好好去做的一個事情 那長期他其實是說要 generally knowledgeable to the whole range of health and diseases such as like diabetes,糖尿病 所以初期 其中在oncology 那他們花了很多精神要去做longitudine cohort study 也就是說去收集 在美國要收集 100萬個人常去追蹤他們的健康狀況跟基因的關係 那美國其實在coho study 而在這一方面genomic based coho study 是比較落後的 UK Biobank在2015年已經 講到沒有記錯 還是2010年 對2010年 已經完成50萬個人的檢體 然後他們要長期追蹤50年 我們跟柏黃最近6、7月去考察的時候 他們UK Biobank已經充分發揮他們的效益 我想保齡也許也會有所感 就是說我們的台灣Biobank的目前 似乎還低那個 說不定的距離會gap會越來越大 unfortunately 那另外我們跟日本11月2號、3號會有一個join conference 所以我們會每兩年在台灣舉辦一次 所以一年在台北、一年在先台 那今年第三屆又回到台北 那我們現在快要organize 所以請大家把那個日期寄下來 11月2號、3號、一天半在台北 就是很重要我們論壇年度的一個活動 等於是一個廣告 那PMI在美國它很強調的就是regulated framework 包括資料的security 怎麼具體資料大家能夠分享 很安全的分享 那另外就是對FDA 就是FDA也有一些所謂的配套措施 能夠讓精髓醫療 能夠更真正能夠有新的對產業 對他們的食物上面有什麼幫助 那我們很快的看 美國的healthcare 我從網路去找的 就是說為什麼會有Obama Care 他說美國其實在那個一般 美國的保險、個人的保險 不像台灣有一個全民健保 那在2000年到2018的時候 大部分人的健康保險的支付是大貌 這是一個就是越來越貴 那另外呢其實有很高比例 美國有3000萬的人是完全沒有保險 那這些沒有保險的大部分是藍領階級 就是他又窮又沒有保險 所以他生病的時候那個狀況會很糟糕 所以美國很期待要在這方面做一些努力 最少我辦法跟他的團隊 那即使有買保險 有能力去買保險的 他其實這個保險並不是涵蓋得很好 所以這是美國的一題 那台灣呢 我們有大家都享受這個健保 健保很好 可是健保還是有很多問題 這數字也許不是新的 我不曉得現在健保的開銷是多少錢 就用你知道嗎 好 不知道 反正我知道這不是最新的 我是從 我應該cite這個reference 所以1995年開始 這是2013年 從第一年721到2011 我這是2013年 是將近6.0 所以我們花很多錢在這上面 那我們很會看病 然後醫院的運作都是靠管理 拼業績 所以拼業績就會很多議題出來 畢竟有一些新聞會上 其實是很著名的醫學中心 醫生他可能不願意去做 健康的抗生議 醫生他可能不願意去做 醫生他可能不願意去做 健康的抗生議 醫生他可能不願意去做 他去做比較舒服 經濟上回饋比較好的職業 這個都是問題 所以問題也還台灣也有兩個問題 雖然我們覺得很棒 OK好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透過科技 去解決問題,去幫忙,這也是美國要做的 國務院成立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把最先進的科研用到民眾的健康福利上面 我們從個人一直到population 我剛才提過英國,各位也許可以看到 我建議的第46月第48月 英國Genome England,這是2015年在Nature的一個雜誌 我得到這一份的時候,是我去日本掀台 我的朋友June Oster先生教授說 Hey Peter,你要不要看到這個? 我說我通常越來越遠就不看雜誌 所以我現在比較進化到一個境界 是說重要的事情自然會跑到我很多 這是最好的 就是你不用走 人家會告訴你說 欸你這樣,我在 我這次實驗上已經變到了 那June Oster England 我們提到他們早期的UK Biobank 那他們其實是整個國家在這一個 怎麼樣運用新的科技 特別是Genomic Human Genome Project上面有很好的一個規劃 他們在今年2017 當然要進步有點落後 他們要得到10萬個Human Genome 我們花一點時間來講 10萬個Human Genome Genome的意思是什麼 他其實是在這邊 有5萬個Gino是家族性的 也就是說這邊有一個喊病的人 他可能會把他的爸爸媽媽都一起找過來 所以我再一次講就是說 英國或美國他們並不是把全部的精神 一開始就全部丟到癌症 他其實對那個Rare Disease 或者是英國甚至把它叫做Severe Disease 嚴重的疾病 我們很多疾病、糖尿病 或者是高血癌 沒有那麼嚴重 最重要就是他的基因有很多的 控制我們血糖、高血癌 有這個基因加那個基因 加你的行為、你的環境的優租 你其實調一調,血糖就可以控制得很好 所以基因當然很多 有一些人真的他就是孟德爾氏 就是你有那個基因VRCA 剛才也講的 你就一家人就幾乎你有那個突變 你就會得到癌症 所以那個是不一樣的一個狀況 可是我們在談的這個 這5萬個都是屬於這個 是所謂的孟德爾氏 Mandarin Disease 預估說一個社會裡面有7%的人 會被這種跟基因有關的疾病所影響到 那他們的癌症怎麼做呢? 他們是要找25000個癌症的病人 然後會得到每一個病人會兩個檢體 一個是腫瘤的檢體 假設他是 隨便一找到最乳癌好了 會得到這個婦女的 乳癌的組織的DNA 還有他的血液的DNA 來作為一個比較 所以這個加起來也會是25000乘以2 所以這邊是5萬個Gino 這邊是5萬個Gino 所以人數是比較少的 那當然這邊很多話就是機器分析 然後通常我們提到這個精準醫療 或者是Genetic Technology 台灣過度的關注在科技上面 我們就想說 哇這個要花多少錢啊 要買機器啊 電腦解讀啊 這個其實不是最大的挑戰 最大的挑戰其實是在這邊跟這邊 我們再看後端好了 後端他們估計為了這個project 需要訓練2000個英國的科學家跟臨床醫師 就是一起來解讀或是分析這個電腦所看出來 也就是我剛才那個林教授講 實驗室裡面的林永鋒、溫慧營 我的那個team裡面的 我看在台灣可能 健鋒也知道這樣子 可以能夠分析這樣 我想可能不到50個甚至100個都沒有 所以這個是很欠缺的人 從這裡之後 我們才提到講的那個Genetic Council 說我們都還沒有到Genetic Council 就是說這個報告出來 那麼多的data 哪一些跟這個癌症有關 跟他的喊病有關 都需要醫生跟科學家一起努力 就是郭寶玲自己是醫生 他看這個病 他可能還沒有辦法 那林永鋒他很會看這個數據 可是他沒有這個臨床的能力 所以英國他們為了克服這個 就成立一個叫做 Clinical Interpretation Partnership 臨床解讀的夥伴關係 就是針對特別的題材 痰病或者是癌症 那他有特別的team來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怎麼樣從一個個人的健康 到一個群體的健康 那回到我最近比較忙碌的一個事情 就是在執行這個旗艦計劃 這個特別是提無副準備的 那也很高興郭寶玲教授跟我一開始就有很多討論 國務院是代表委員部 甚至是科技部 然後我們共同去執行 國家的一個重要的 所謂的5加2的一個政策的計劃 昨天聯合報有蠻大的討論 說張忠謀對5加2很有意見 其實我對張忠謀的這個意見也很有意見 意思是說其實他只看到有一個事情 也許政府的高層也有不同的看法 那我們還是回到這個科技研究的一個發展 我想我們這計劃是努力的在朝著這個方向 去達到國家給我們的一個人期待 當然最後是不只是能夠推動醫療 而且能夠促進產業的發展 要跟保理分享一下 我們也有去找新的師長 莊師長跟他談得很好 他也會加強這方面的兩個方向的聯繫 所以我們台灣的精準醫療計劃 在國務院的主導之下 我們會重視癌症的防治 那我強調的是我不去做癌症的治療 就是Cancer的新藥的開發 我們不談這個我們是談 怎麼樣去identify個人的risk 個人化的癌症的風險的分析 像那個家族就是很特別 就是他的風險就顯然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極度的高風險 在那個家族有一半的人會有機會會得到 那比較他沒有注意的是心臟代謝性疾病 這個因為是混在一起所謂的代謝症候菌 三胞跟心臟病 還有他的後遺症 對眼睛的影響 對身臟的影響 對腦固中風 這個都是很大的公共衛生的議題 那當然這個申科是有他一個focus 是物佑合同健康 我會講這個focus也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錢其實跟國外比起來 是可能只有人家的一個% 或者是千分之一一個% 我們怎麼樣有效的應用這個支援 所以有效的應用支援就是去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所以我們一個策略就是跟國際合作 那我剛才提過 TOMO TOMO Medical Megabank 那他們有population study 他們有這個15萬個人的coho 已經通通做好 那他們我們要跟他合作的就是富又健康 那我們跟美國的Norshaw 芝加哥附近的一個醫學中心 那我們跟他合作的是Cancer Prevention 另外一個是Pharmacogenomy 那我們會引進他的一個技術叫ICP inhevery cancer panel 就是說我們去一個人今天可能不要太貴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你個人有沒有可能得到一些常見已經知道的癌症的貢獻 就是跟Norshaw的合作 那跟Michigan大學剛才國王有提到我們跟Professor Chuck Freeman合作 就是引進Lending Health System 那Michigan and Albert他們有一個很強的就是Metabolic Disease 所以我們是國務院代理一個角色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strategie 我們要整合PM Precision medicine and learning health system的技術 把Biological and clinical information變成practical use 那這個也就會逐漸會帶進我們今天 要討論的一個主題 我們怎麼樣把生物學跟Genomic 各種OMIC的Data 包括DNA、RNA甚至腸道菌等相關的每一個個人的因素 還有他臨床健康的大數據 剛才來早上的一個播放講的 然後把它整合在一起 變成practical use 大家可以看到講義的第47頁下面那張圖 這張圖就是英國的策略 所以Genomic England NHS 他們是用一個公司的形式來管理 他們會支援13個Genomic Medical Center 那這張圖的左邊 就是有一個NHS的Multiomic Repository 然後Sequencing 這個就是由於台灣的台灣Biobank 加上我們的旗艦計畫 那它的這個右邊就是臨床的數據 所以不管是這個病人的primary care 他平常在看病或者是hospital episode 他住院的資料 他癌症的登記 還有病的登記 還有這個感染症、死亡 所有的檔 所以所有衛福部重要的這個數據 也都拿進來 然後這個中間當然很多就是資料的整合 那在紅線是全部是在防火牆裡面 那它把這個data放出來 有放給三個使用 一個就是給clinician and epidemic 那它這邊特別組成的一個GE CIP GE就是Genomic England CIP對我剛剛講的 臨床解讀夥伙伴的關係 clinical interpretation partnership 這是第一個部分 BRCA有一個團隊 專門會知道所有的BRCA會是怎麼樣 那也許我們講的幾題 就是immail deficiency 有一個特別的團隊 特別專門會看immail deficiency 那中間一塊呢 是要訓練英國的科學家 就是剛才講他們不是需要兩千個嗎 他們打算一年訓練七百個這樣子的人 那它需要花兩千五百萬英鎊 所以成科長我們要把它記起來 英國要花這麼多錢 才訓練這麼多 所以我們那個癌症螺略計劃 真的欠缺的是 所以我們的scale 真的是長很大 那最後 右邊的是Industry 跟Gin Consortium 所以黃博士還有秀英 怎麼樣把這個資料來推動成這樣 所以它這個其實是一個 一個big data的potential 是英國的一個國家很重要的一個參與 大家再看下一張好了 那它就把這個energy gestor 給13個GMC 給13個share 13個均線裡面各設置一個中心 這個其實也就是我們要思考 怎麼樣把各個醫學中心 其美或者是其他特定的地方去support 這個周邊的需求 這個是英國的一個strategy 那我們回到這個我的答案 所以我們其實我是有同樣的想法 那剛好他們也有這樣的報導 所以就不謀而合 所以我們跟北部的台北醫學大學 CMAC還有台中農總 那這很重要的就是說 這些醫院他們的那個health informatics 那個資訊系統都整合得很好 譬如說北醫也做得相當不錯 那其美各個醫院也都整合在台中 中農他做得很好 那個區會院長 那各個有他醫院的研究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會引進這個國際的 譬如說Norshaw 剛才提過跟北醫合作 那它會帶進ICT的Tacronin inheaded cancer panel 還有farmology moment 那奇美 奇美外相跌的歌 在這裡 在這裡 那我可能會拉到 譬如說跟Tomo 這樣子的一個練習 那中農就會跟Michigan大學 那當然我們要跟中醫院的台灣Malcan合作 這是我所構思的 當初要執行旗艦計畫的一個戰略史 旗艦計畫要給政府五項 deliverable 那每次去科技匯報 我就是說我們自己也念之在之的就是這五項 因為現在科技政委說 我不要再聽話時間快要 因為我後面還有那個早上有討論 所以我們短討論移到後面 所以我們找到Session是到12點20 所以我留40分鐘給寶寧 所以寶寧我再10分鐘 那這個五個 deliverable 當然最後就是要推動產業 包括成立產業聯盟創新的公司 那跟各位報告這個相當好 已經這個產業聯盟這公司跟國位已經簽約 所以已經有蠻多實際的效益 這持續的會去做 那我們會發展重要的技術、投入跟管理 那回到我們今天討論的一個重點 也就是說我們未來所有這些相關的資訊 都要放到一個電腦化的 包括genomic clinical information 那我們會跟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合作 他們會幫我們管理 所以我們期待一個genetic information system for digital healthcare care in Taiwan 那等一下我會提的簡單的提一下 就是關於喊病的 我們會有一個分子診斷跟登錄的系統 那還有一個就是三世代 3 generation birth call 因為大概沒有時間講這個 那這個主要是跟TOMO日本的合作 所以11月份的時候 這個TOMO的專家會過來 那他們已經有1萬個家庭收集了7個人 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 也就是說媽媽懷孕的時候 父女懷孕他的先生他的小孩 他兩邊的阿公阿嬤 所以一家7個人的人的DNA 健康狀況都會長期追蹤 那這就是充分會去應用那個genetic power 你可以想一想 假如說爸爸現在40歲他得糖尿病 那阿公阿嬤裡面已經曾經得糖尿病在洗腎 那這個小孩子是不是可以早一點就知道說 是不是從先前的資訊就可以找到 那他是不是可以對未來的小孩子做一些intervention 一些干預 好 我就是在把早上的一個前面 其實現在還是早上 林教授講的我再重複一次 就是我們看過這個架圖 那我只是強調說這兩位並不是近親結婚 所以我們會推想他們兩個大概就是 把有壞掉的基因在同一個位置 同時傳給這個兩個小孩 就是我們一般遺傳的隱性遺傳的一個 學理的一個假設 那這個是病史 那簡單的就是說 瑞穎醫師那時候跟我講說 Peter我們遇到這樣了 我們沒有辦法診斷 我也不知道怎麼處理這個病人 那到底要不要給他 那個用 Hematopoietin stem cell transformation 要不要給他骨髓移植來治療這個免疫缺陷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小孩 然後到台大到亞東都沒有辦法 第二個小孩也類似的狀況 所以這是我們採用全基因體定區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就把那兩個姐妹通通去做過 我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基因 它帶有突變 應該是兩個不同的突變 那我們根據這樣子的道理 那我們就去查 就是查這個all me 那我昨天很高興跟林教授閒談 我不知道他是Dr.Marcuses 在台灣去的最後的傳人 就是他的全密 Dr.Marcuses Victor Marcuses 是我們the father of medical genetics 就是人醫學遺傳學之父 他真的是很值得尊敬的一個學者 那個John Taffin那棟樓 就是改成Marcuses的樓 我們就去查那個all me 就是online mandarin inheritance in man 就是一個電腦的資料庫裡面 說有哪一些病已經被記載了 那我們本來是猜測7個基因 那其中一個就是TTC-17A在ponsum2上面 那我們看到果然找到 它是一個在第二號染色體 有一個病已經記載了 它是這麼的罕見 可是有人記載過 它叫是Gustral Intestinal Defense 腸道發育的缺陷 and Emile Deficiency Syndrome 就是他這個小孩有腸子篩住 那同時免疫有缺陷 那當時Portosomal Recessive 是一個隱性的遺傳 那我們看到就是用全基因體定序 去找到這兩個圖片 分別來自媽媽 媽媽有這個圖片傳給這兩個女兒 爸爸是正常的 爸爸又帶另外一個圖片 媽媽是正常 他沒有這個圖片 可是傳給這兩個女兒 所以就是符合遺傳的定域 那當然我們最努力 我們知道這個結果之後 想把這個小孩救起來 那通常全世界還沒有辦法治療這個病 所以我們去找Google 去找Wikipedia 那他說有一個藥叫做Fasuril 只在日本可以買得到 那這個藥呢 那這個病我們也去透過Facebook 去跟美國的病友團體 那這個是米勒家族 他的小孩子也都過世了 這是米勒家族的 蠻類似的 這個爸爸是Andrew 然後兩個小孩 那他們都坐過骨髓椅子 也就是Joseph給Sass Grace給Elyse 所以Andrew就跟我講說 你單單做這個Wikipedia沒有用 因為你只矯正了免疫不全 可是腸道還是有問題 那他認為就是要得到這個Fasuril 那這是另外一個家族 我都不講這個家族 可是我覺得他們這些很病的家長 很值得敬佩的 他們就是說他要recall, share and support 這個也就是我們要推動這個referral的一個精神 他把他自己的小孩子看病的經驗 你記錄下來,去分享 然後去support 完全不認識 你在天邊海角 那這個基因的TTC上面就是影響這個reral kinase 那我想這是對做分子生物有興趣的 因為他會影響那個cell的 腸道的架構、組織 也會影響sinus 就是胸腺的發育 這是正常的胸腺 這是病人的胸腺 可以解釋這個病 那這個講說Fasuril 或者是reral kinase inhibitor 可以抑制這個過高的reral kinase 這個就是發表在很高很重要的期間 就是JCI 這是一個 這是應該是正常的腸道 你可以用一個標記是在腸道的外面的一個圈圈 裡面的圈圈 那病人呢 他其實就是inside out upside down 內外顛倒上下左右就是翻船 那假如加入這個Fasuril 他就會倒過來 所以理論上可以用Fasuril來治療 那Fasuril在日本是治療腦部血管病變的一個藥物 那我用盡各種方法 那個序化成 就是這家公司 他就是說你要把病人送到日本 我們才能賣藥 要不然你就去中國買藥 在中國大陸有賣這個藥 進口到台灣 我們還在跟喊病基金會一起努力 要把這個藥弄進來 那個病人大部分都活不到一年 這個就是跟各位講這個基本的學理 那剛才提到 有這樣的一個經驗告訴我們說 我們有這個能力去給病人 特別是沒有辦法診斷的喊病 給一個明確的診斷 透過可能量 就是透過全經理定訊 那我們當然除了這個旗艦計畫之外 我們需要跟病友團體 還有跟專業人士 中華民族的內存學會合作 然後我們也得到那個黃章黎君教授的一些建議 我時間到了 我可能再接一個十分鐘 美國的ULEAN 其實就是這個Network的一個形式 它有七個Clinical Site 有六個Basic Research Site 然後還有Supporting Center 它真的是一個 那整個的資料是在Boston 所以我最近十月也會去跟他們交流 那最後回到一個就是說 我們必須為了推動這樣的關係 必須在不管是實驗室跟臨床的數據上面 要能夠sharing 資料能夠分享 所以資料能夠分享就是資料要能夠標準化 那剛才江博士也提出這樣的概念 才有辦法去改進Genetic Health的Care 那ACMG是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Geneticists 美國醫學人類學會的college 他們有一個statement 那我想我就把這個念過去好了 第一個就是說為什麼要share data 那share data要怎麼樣share 我把那個key point講出來就好 他說broad data sharing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care 你必須要分享才能夠去改進 那第二個 data sharing provides the best data to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industry 所以我們資料共享之後 對研究會有幫忙 那個李主任你要是沒有日本的資料 你就不知道說那個minton是甚麼 他沒有把它記下來的話 那個TGC7A那些臨床的經驗沒有累積的話 我們吃到了今天也不知道怎麼做 那同時他可以給產業發展 那我這裡沒機會講的就是說 其實美國很多新的biotech company 都是針對喊病的基因去開發新的藥物 所以這個也是對產業發展很重要的一環 那data sharing在財務上是有好處的 那特別是說我們可以降低不必要的重複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standardize data and clinical data 第一個就是data compatible 洗美醫院的資料要能跟北醫交換 我們是不是試著做這個 或是跟中隆能夠compatible 他的糖尿病的臨床的資料 在各家醫院都是意思是一樣的 那個數據才能夠夠大 那inter of the repeated between information system 也許下午我們還有幾個討論這個 也許我們下午就討論這個 這是另外一題好了 我們有第三個議題 那我們怎麼樣的system呢 必須要這些條件 他是要安全而且保護隱私 而且他是要透明化 透明化才可以說 我把我的資料分享給save 所以這三個資料分享的重要原則 security privacy and transparency 好 那again我們回到這個是我們旗艦計畫的目標 那我們很高興跟各位報告 我們克服了很多行政上的困難 這個最新的sequence Nova 6-4 六天已經到達桃園機場 所以明天會運到國務院 所以意思是什麼 我們就可以在台灣自己做 我們這些所需要的高通量的經濟體工作 我們下午有一個Thomas黃博士 就是神秘嘉賓 他會跟我們介紹這個相關的技術跟應用 那行政 Network也很重要 我剛才提到七美北一台大 未來會有台大美容跟實際的加入 這是整個旗艦計畫的架構 這是我們為了達到促進產業我們的目標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